如果早期玩过梦幻西游的小伙伴应该都知道蛟龙这一宠物 停在69级如果有一个4技能的蛟龙 当时就可以横行霸道 但是今天我给大家介绍两条蛟龙 第一条蛟龙的零头技能就比当年的追求还要高 我们都知道蛟龙的必带技能只有一个 所以想要和14技能的蛟龙是非常困难的 可以说只有一些追求个性宠的老板 会使得花大量的功夫去合成这么多技能的蛟龙 普通玩家69级随便带一个雷鸟人其实也够用了 多技能的话还是雷鸟人性价比高 以这个14技能的蛟龙成长1.2 工资达到了1400加 成长跟工资还算可以 不算非常的强势 但是技能真的让人流口水 重点是技能里面还含有一个龙游 我们都知道龙游这个技能一般只在龙族宠物身上 14技能加一个龙游 那么这个蛟龙的橙色就不一样了 虽然说龙游要一定条件才出发 但是这都是后话了 先打成全红再说吧 很多小伙伴已经说好一个连扇宝宝 你们或许是对的 当然有的小伙伴不服 觉得这个只是半成品 没什么可说的 并且龙游能不能保住还是一个问题 那么今天我们就拉出一个打成的超级龙王 这个龙王可不一般 三个特殊技能直接把攻击拉到了最大化 一个是善恶有报 一个是龙游 一个是出气不意 我就问这样子的龙王到底怕不怕 但是眼间的小伙伴已经发现了 这是一个野生的龙王 对的 看属性点也看出来了 但是这又有什么了 这三个特殊技能 已经完全可以弥补这50点属性的缺失 如果说这条龙是宝宝的话 那还了得 加多50点属性 估计又多近百伤害 玩家也是带着这条龙王去目装测试了 不带装备平坎的话 大概是2500左右的输出 评价起来就是平平无奇 毫无亮点 但是不要慌 如果说用上善恶有报 伤害直接近万 这个是没有带装备的情况下打出的伤害 属性点上虽有缺失 但我想这三个特殊技能的龙算龙王了吧 我只想说 这两条龙不管哪一条都是佼佼者 你们觉得呢 我只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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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是这样